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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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的Zoom Class是第一次做的 有兩個部份 一個是關於大有黑羊和金敏的作品 我在這裏先講這個部份 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 因為大有黑羊和金敏都是由漫畫開始的 大有黑羊比較早 他五十年代初應該五四年左右出生 他受首寵自從影響 影響得很大 正確來說他應該七零年代就出道了 有投稿等等 但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在作品中 市場的反應並不是很好 未必很多人的好評很好 但其實在某個圈子裏面有很多人認同 這個也是挺特殊的 他亦算是一個新階段的人物 因為當時在漫畫圈也有一個叫做新浪潮的出現 他是其中一份子 多人談論之餘 其實他去到 可能我們比較知道的就是阿基拉 其實阿基拉的連載是1983年 1988年就做了動畫 早幾年有一個叫做4K收復 我忘記了是否是幾年 可能是去年還是前年 總之有一個4K收復 很多人去看後都很震驚 覺得很厲害 實情大口黑羊的真正突破性的 在事業上有突破性的進展 甚至乎可以說 對於漫畫界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其實就是阿基拉之前的同夢 同夢這一本漫畫 我想在Zoomcast內 首先第一 就是從漫畫開始講起 亦都是由大有黑羊開始講起 然後我們回到金敏 金敏是他六十年代出生的 六三年出生 他有幫過大有黑羊手 亦都可以這樣說 他幫過一部叫做老人Z動畫 是OVA 他參與過一些動畫的製作 亦都在 我想比較多人知道的 其實就是他在Memories 亦都負責了 即是 裡面有一段是新本房屍 我沒記錯應該是新本房屍導演的 他有幫忙去做一些工作 甚至乎 我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有沒有機會看過 金敏其實是做過幾集 租造奇妙的冒險的動畫 亦都很好 他做的那幾部是早年 都是說空調成太郎 成績相當之好 我們都知道金敏有幾部戲 他很快就英年早逝 不過這兩個人有一個部分 我亦都想在Zoomcast裏作為主子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大王黑羊的長片 我覺得不太好 甚至乎我們認真地去看 阿基拉的時候 除了他的世界觀 動畫的水平 在當時來說都很高 我們今天看都是厲害的 背景、藝術方式都是厲害的 但是這部戲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持到 一個很好的節奏 在整部片裏面呢 我覺得大王黑羊 和他其他長片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他處理一些比較長篇幅的事情 長片的篇幅的事情 似乎不算控制得很好 由他第一部真人電影 《恐怖桃園》開始 到《精氣小子》 甚至《蟲絲》等 我都覺得成績不算很好 但他的短片就很好 他的短片很好 很容易看到他的特色 就是他在視覺效果上 他有很多想法 很適合在短片裏面發揮 因為可能好像 《Memory》裏面的大炮之街 他有很多 用一個長鏡頭去穿著整條片 然後很多美術上的質感 都是當時很突破性的 這個成績 最近有一個段落式的長片 就叫做《Sword Piece》 他裏面有一個 改自他自己短片的 叫《火耀陣》的一條影片 他裏面的畫面 或者不足的用法 《火》的畫法 因為他是說江戶時代的火災 《火》的畫法 也相當好 即是說 如果他擺在 美術的表現上 視覺的表現上 短片的篇幅 其實是很有成績的 但長片我就覺得 一般 但他的漫畫 一直都處於一個很高的水平 當然他的長片漫畫 自從《阿基拉》之後 其實也沒有什麼 但這件事 就跟金敏有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金敏就是 我覺得 他漫畫上的成就 縱使很多人都很喜歡 但是 金敏漫畫上的成就 又未必這麼高 說真的 他不是不好 而是他那種好 他身邊有很多人 都有這個特質 有這個水平 他不覺得突出漫畫方面 當然他講故事也是講得好看的 但是不覺得突出 但是他處理長篇的能力就很高 他怎樣去講一個故事 怎樣去聚述一個 很有故事性的東西 尤其是我想他在 《Perfect Boo》和《東京教父》那裡 尤其是《東京教父》那個 講故事的能力很強 裡面那個角色也不是一個半個 是幾個角色一起 很多互動發生 所以他那個長篇的能力很高 我覺得這個對照很有趣 也都可以概括了 就是說 我們除了這個 鬼滅 我們近年可能很流行的動畫之外 其實《大浩黑羊》和《金敏》 他們的動畫的水平 就絕對不是一個 尋常的情況 是相當不尋常 那個水平也都之高 或者他們對風格和藝術的追求 也都不一樣 我想藉著這個《Zoom Class》 可以去整理一下 或者和大家一起去講一下我的分析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Facebook 或者FCC的一些網頁 分享一下連結 可以報名 我們的課程是4月4日 開始的 就逢星期一上 有三堂的 那麼 對 到這裏 我們會有另一條影片 講一下坐緣